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资料库系统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一起来学习资料库系统 经过了前十个讲次的学习 相信大家对AXS资料库管理系统 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从这一个讲次起 我们将更深入探讨 资料库管理系统的进阶应用 我们所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资料表 而是一个由多个资料表组成的 关联式资料库 那我就从资料库的设计 以关联式资料库的建立 开始为大家介绍 在这一讲次 我同样的请同学先看看 本讲次的一个重点 资料库建制的过程 关联式资料库模型 资料完整性的要求 与资料表的正规化分析 为了方便AXS资料库管理系统功能的介绍 我们在课程的设计上 先在资料库中仅建立一个资料表 再利用它来说明AXS资料库管理系统的基本操作 当然我们在生活中或工作中所面临的资料库系统 不会这么单纯 所以在了解了基本操作后 我们要介绍如何建制一个关联式资料库 首先那我们从资料库的设计开始谈起 所谓资料库设计是针对组织 对资料管理的一个需求 而建立资料库系统的一个发展过程 它是一套工作程序 也是一个非常耗时耗费能力的重大工程 因为当需要建立资料库系统的时候 通常都是从无到有的开发流程 目标是为了有效管理组织内的资料 但组织在建立电子资料库系统之前 资料处理的工作早已经在运作了 只是因为目前运作的资料处理系统 效果不好 或是为了因应未来可能增加的工作 而预作准备 不论是哪一个原因 总是涉及到现有作业流程的一个改变 一定要先对现况有深度的了解 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 又因为资料库系统 所要收集处理与储存的资料 涉及到资料的取得方式 资料的处理程序 与资料的标准化 资料的储存等等工作处理 这一切都会与组织内部的 作业管理程序息息相关 以这样种种说明了 当我们要开发一个资料库管理系统 不能只会写程式 还需要拥有资料库相关的技术背景 更需要能以资料使用者沟通与了解需求 所以学者们就资料 资讯系统的一个开发的一个程序 提供一套系统开发模式 让我们遵循 以便能顺利地开发资料库的建制 接着我为大家介绍 资料库设计的一个步骤 通常我们所谓的资料库设计 谈的是广义的资料库设计 并不只是将一个资料库系统的架构完成而已 而是整套资料库管理系统 还建制与操作的设计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 第一个部分是资料库本身的设计 而另外一个部分则是应用程式的一个设计 第一部分所谈的资料库设计 是建制资料库的过程 是依照一定的程序方法和技术 使用结构化的方式 将概念资料模型 转换成资料库的一个过程 而第二部分应用程式的设计 则是设计程式来建立 使用者界面 并且将商业处理的流程 转换成应用程式的执行流程 以便使用者能够轻易地 存取所需要的资讯 也就是所谓的资料库的程式设计 了解了资料库设计的工作内容后 我们就可以依资料库系统的设计步骤 来说明 它和一般资讯系统的开发设计步骤 是一样的 通常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五个阶段 首先为初步规划阶段 通常在组织确认要开发资料库系统的时候 就直接进入初步规划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工作 主要是将资料库分析师 根据组织的需求 描述建立资料库系统的主要目的 功能需求与疫情目标等资讯 接着进入第二个阶段 需求收集与分析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 为依照步骤初步规划所定定的一个要求 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以确定系统所需要的资料 及描述方法 还有它的使用方式 并将资料的定义储存在资料字典中 并完成可行性的分析 在完成前两阶段后 才真正进入资料库的一个建构阶段 第三阶段为资料库系统的设计阶段 资料库系统设计过程 是由概念资料库设计 再进行逻辑资料库设计 最后才进行实体资料库设计 所谓概念资料库设计 它是将资料库需求 转换成概念资料模型的一个过程 并没有针对特定的资料库管理系统 或资料库模型来设计 简单地说 概念资料模型 是使用者可以了解的一个模型 它是用来描述真实世界的资料 如何在资料库里面去呈现的 接着才进行逻辑资料库设计 逻辑资料库设计是将 概念资料模型 转换成逻辑资料模型的一个过程 逻辑资料库设计是针对特定的资料库模型 来建立逻辑资料库模型 例如我们采用关联式资料库模型 来建构资料库管理系统 最后则是实体资料库设计 实体资料库设计是将逻辑资料库模型 转换成关联式资料库管理系统的 上线后还需要定时维护 以维持资料库系统的一个正常运作 整个资料库设计的过程 可以用以上五个阶段来描述 但是实际资料库设计除了以上建制的考量外 实际上我们还要考虑所使用的电脑软硬体设备的特性 所要求的系统效益 与资讯安全等等问题 于我们这个课程着重于资料库系统的建制与使用 系统开发的部分这边就不多做介绍 如果同学对系统开发与设计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系统分析与设计这个课程里面 学习到这方面的知识 在对资料库设计有了完整认识之后 我们以较简单的方式来说明 建立资料库系统的一个方法 首先是收集资料库需要储存的栏位资料 其中最实际也是最简单 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收集现成的一个报表或单据 因为这些报表和单据通常是 资料库系统的输出结果 例如学生的资料学籍卡 选课表 成绩单等等 再根据这些资料建构资料表 与资料栏位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可以很快地完成一个简单的资料库系统了 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下再继续为大家介绍 同学了解了资料库设计的步骤后 接着我就从建制一个虚拟的学生资料库为例 为大家介绍关联性资料库的一个建制 首先为同学解释关联资料库模型的观念 关联式资料库模型是Cole博士在1970年所提出的 它是一个以数学集合论为基础 所建立的一个资料库理论模型 这个模型是将资料以关联式的表格来表示 所处理的资料是记录的集合 而关联表就是处理的基本单位 我们就从资料库模型的三个基本要素 资料结构 资料运算 以完整性限制条件来为同学们介绍 关联式资料库模型的一个特色 首先在资料结构上 关联式资料库模型 它是以资料的组成方式 是以表格的方式来组成 也就是由蓝 就是我们的蓝位和列 就是我们的记录组成表格的关联 而在资料运算上 关联式资料库模型中 有关资料之间的运算 等相关操作如新增 更新 修删除和查询等 也是经由关联式怠数 或关联式计算所得的一个结果 而运算结果或中间的结果 它应该也要是一个关联表 而在完整性限制条件中 关联式资料库中的关联表 至少都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限制条件 一个是个体完整性限制条件 与参考完整性限制条件 其中个体完整性限制 它是规定了关联表内部资料的 合法性限制条件 而参考完整性限制 则规定了关联表跟关联表之间 合法参照的一个限制条件 这部分比较复杂 我会在下一个小节 再做详细的一个说明 我们利用ACS所建立的关联式资料库 也就是一种使用 关联式资料库模型的资料库 在满足以上三个要素下 它会是由多个 以正规化的关联表所组成的 在关联表与关联表之间 它是使用外来键 以参考组件的资料值 来建立连接的 它会建立一对一 一对多 或多对多的一个关联性 但如果只拥有一个关联表 它也是合法的一个 关联式资料库 就以ACS资料库系统 来为同学们解释 所谓关联式资料库 就是使用二维表格的 资料表物件来储存记录资料 而在各资料表间 使用栏位值来建立关联性 然后透过关联性 来存取其他资料表的资料 接下来就以 例子为同学说明 一对一 一对多 和多对多关联性的一个观念 首先介绍一对一的关联 假设我们有两个资料表 一个是学生资料表 一个是学生参与社团活动成员的资料表 如果每一个学生只能参与一个社团 则这两个表格之间会有一对一的关联性 就如图所示的 我们透过学号的关联 在学生资料表中 某一个学号对应到社团活动成员资料表的学号 就像我们的表格所示的 学号991018 这位同学 他在社团活动里面 也可以找到这个学号 而我们在学生资料表里面 就可以看到学生的基本资料 有学号姓名跟弟子 而社团活动成员里面 有学号 职称 还有昵称 那这两个之间 我们所建立的就是一个一对一关联 也就是学生资料表的一位 对过去社团活动成员里面 也只有一位 而反过来 社团活动成员里面 一位同学对过来 学生资料表也只能有一位 这就是所谓的一对一的关联 接着我会同学说明 一对多关联的一个观念 为了避免难未资料的一个重复 我们将学生选课资料表 分割成学生和成绩资料表 来建立关联式资料库 假设我们两个关联表 学生资料表 存放学生的基本资料 而学生选课资料表 则存放成绩资料表 则这两个资料表 有一个共同的难未名称 这是学号 如果每一个学生 他能够选的课程 他不止一个 他可以选修多个课程 当我们利用 学生资料表的学号 对应到成绩资料表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这个学生 所选修的课程与成绩 这时候我们就是形成 所谓的一对多的一个关联 就如我们的图表所示的 在学生资料表里面 学号991018这位同学 当我们对应到 成绩资料表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到三位三笔记录 同样学校是991018 这个资料表里面包含课程名称 还有学分 而学生资料表同样的 只放姓名 电话与性别 那这两个资料表之间 就形成所谓的一对多的一个观念 同样的观念 假设我们有一个教师资料表 存放授课老师的基本资料 另外一个是开课资料表 存放教师所开的课程 如果每一个课程科目 只能由一位老师来负责授课 但每一位老师可以教授多个课程的话 那么教师资料表跟开课资料表之间 也能够建立一个一对多的一个关联 以上就是一对多关联的一个介绍 接着我们介绍多对多关联的一个观念 同样 以学生选课 以老师开课这个例子来看 学生资料表与教师资料表之间的关联 透过成绩资料表的中介 就会形成一个多对多的关联性了 但是在ASIS中 我们并不能直接设定多对多的一个关联 而是透过两个一对多的关联来形成 这部分我会在下一个讲次中 ASIS的操作再为同学们详细做说明 接着为同学们说明 关联式资料库的第三个要素 参考完整性的观念与要求 在关联式资料库模型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那就是键的使用 我们在建立资料表的时候 就引用了组键和索引键的一个观念 在这个小节里面 我们就对组键做比较严谨的一个定义 在关联式资料库模型中 关联表中的键 就是指关联表中纲要 或是我们讲的栏位名称中的单一属性 或一组属性的一个集合 如果我们用S的表格栏位来解释的话 键可以看成一个或是多个栏位的一个组合 我们将关联表中满足唯一性的键 称为超键 所谓唯一性就是在关联表中 绝不会有两个直组 拥有相同的直 简单地说就是不同的记录 会有不同的一个键值 通常一个关联表中 会有一个以上的超键 接着我们将超键中满足最小性的 称为后显键 也就是由最少个栏位组成的超键 一样所谓的最小性就是在超键中 没有一个属性你可以把它删除 否则它将会违反唯一性的 所谓组键呢 它是关联表中后显键中的其中一个 而我们用来当组键的是 它一定会有一个代表性 因为它被用来识别资料中唯一的记录 接着我们介绍外来键的观念 外来键是关联式资料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它是关联表中单一或多个属性的一个集合 而且它的属性只是参考其他关联表的组件 当然它也可能参考到本身这个关联表的组件 简单地说 外来键是对应到其他关联表的组件的一个键 了解了键的观念后 我就会同学说明 关联式资料库模型的完整性限制条件的要求 主要有下列四种 第一个键的限制条件 键限制条件 它是要求每一个关联表 一定要有一个唯一和最小的组件 第二定义限制条件 关联表的属性值 一定要是属于定义的值 也就是要符合我们在建立关联表时候 所设定的一个要求 第三实体完整性 所谓实体完整性 它是属于关联表个别内部的一个 完整性的一个条件要求 它要求在这个关联表里面 它的组件它不可以是一个空值 一定要存入资料 第四参考完整性 所谓参考完整性 它是指当关联表存在外来件的时候 外来件的值 一定要来自参考关联表的组件值 或者是可以是空值 这个条件要求关联表 与关联表之间的 对应关系的一个正确性 也就是关联表中 你不可以包含 无法对应到 其他组件的一个外来件 以上四个关联資料库模型的 完整性限制条件 它是资料库设计的一部分 它主要的目的是来检查 资料库所存的资料 保障资料的一个正确性 不但可以防止授权 使用者将不合法的资料 存入资料库 还能够避免 关联表之间的一个资料不一致 那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为大家介绍 同学了解了建的观念 与完整性的观念后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关联式资料库管理系统 它的做法 关联式资料库管理系统 为了支援实体完整性 它会规定组件的一些更新规则 例如 关联表的一个直组 或是一笔记录 当我们在更新组件 或新增直组时 如果组件是空直 那这个时候就违反了 实体完整性的限制条件 这时候资料库管理系统 它会拒绝这一项操作 而关联式资料库管理系统 同样的为了支援 参考完整性的一个限制条件 它也会规定 外来件的更新 以删除规则 例如 一个直组 或是一笔记录 它拥有外来件的时候 而当合法使用者 试图在更新 或新增直组的时候 更改到外来件的值 或是当合法使用者 试图去删除参考的组件的时候 资料库管理系统 它的做法 它是会怎么处理 对应以上的问题 资料库管理系统 提供三个处理方式 供使用者来选择 第一种是限制性的处理方式 所谓限制性的处理方式 就是资料库管理系统 它会直接拒绝删除 或直接拒绝它的更新操作 第二种 这是连锁性的处理方式 连锁性的处理方式 是当更新或删除时 需要作用在所有影响的外来件 或者会拒绝这个操作 也就是当我们在删除 某一个学生的资料的时候 所有外来件参考的选课资料 也会一并被删除掉 或是当更改课程编号的时候 所有选课单上拥有这个课程的外来件 也一并会被更改 而第三种 就是所谓的空置化的处理方式 空置化的处理方式 它会将所有可能的外来件 都设为空置 否则它会一样会拒绝这一个操作 比如当我们删除客户的资料的时候 就会将订单官邻表中 参考这个客户组件的外来件 也就是客户编号都设为空置 以上就是参考完整性限制的一个规定了 以后同学在操作资料库系统的时候 如果遇到某一笔资料不能删除 或是修改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是违反了这些规定了 本讲次的最后一个主题 要为同学介绍 关联资资料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所谓的正规化分析 如何妥善地规划资料表 在关联资资料库系统设计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资料表的设计 必须要能够配合实物当中需要 但是当资料表设计完成后 如何检视这些设计是否得当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正规化分析了 正规化是结构化分析与设计中 建构资料表所应用的一项技术 它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资料的重复性 以避免资料发生更新异常的一个情况 而它的做法上 就是将整个资料表中 重复性的资料加以剔除 使资料量最少化 而不发生重复的现象 简单地说正规化分析 就是要将栏位置于正确的资料表中 正规化分析的过程 它是由下而上评估资料表 定义资料是否符合正规化的一个形式 它所针对的是资料表中 各个栏位之间的一个关系 一旦完成正规化分析的资料表 我们就称它符合正规化的一个形式 而所谓正规化形式 它是组织资料表栏位的一个规则 主要它是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它会去除重复性 所谓去除重复性就是建立 没有重复资料的资料表 因为重复资料 并不只浪费资料库的储存空间 通常会产生资料维护上的一个问题 第二它是去除不一致性的相依性 资料相依是指资料表中的栏位之间 拥有一个关系 删除不一致资料相依 就是让相关的资料表 都储存在同一个资料表中 所谓相依 通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是一种栏位间的一个关系 简单地说 知道A栏位的值 就可以知道B栏位的一个资料值了 资料库的正规化处理过程 我们可分为多个阶段的正规化形式 通常只要满足前三个阶段就可以了 而正规化的过程是依序逐一来进行的 所谓依序 也就是第二阶正规化 它需要先满足第一阶正规化的要求 而第三阶正规化 则先需要满足第二阶正规化的一个要求 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阶正规化形式的一个要求 它的要求是资料表 它只能拥有单一的属性 需要去除资料表中多重值或复合属性 也就是我们在第一阶正规化的过程中 需要将不同属性的资料 分为数个资料表或数个栏位 使用者在规划资料表的时候 可以把资料表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基本属性资料 它不会随着时间或空间来增加 第二种是延伸性的资料 它具有时间性或空间性 资料表如何符合第一阶正规化的一个要求 它必须达到以下两点 第一 资料表必须设定组索引 完成资料表的规划后 必须针对每一个资料表设定组索引 这也是SS建置资料表时 必须执行的一个动作 而且规定一个资料表只能设定一个组索引 组索引的栏位 能作为资料搜寻或排序的一个依据 第二 一个栏位只能储存一个值 所谓属性值需为存量这个观念 指的就是每一个栏位只能储存一个值 而第一阶正规化的做法 通常是符合第一阶正规化的形式的资料表 上的每一个栏位只能储存单元值 所以第一阶正规化可以将多重值栏位 改成重复的记录 栏位的每一笔多重值新增一笔记录 经过第一阶正规化的资料表 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二阶正规化的形式 第二阶正规化要求资料表满足第一阶正规化形式 而且资料表中没有部分相依 也就是第二阶正规化必须符合第一阶正规化的要求 在执行第一阶正规化后 如果发现某一个栏位与主索引并非直接相依 则针对这些栏位进行第二阶正规化 简单地说 就是让每一个资料表只储存同类型的一个资料 也就是单纯化资料表储存的资料 所有非组件的栏位都功能相依与组件 我们可以用以下的做法 第一将非相依的栏位独立成资料表 第二阶正规化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每一个栏位 以主索引的一个相依性 因此将这些非相依性的栏位独立成资料表 第二再建立外部索引 为了让原来的资料表与新的资料表之间建立一个关联 经过第二阶正规化的资料表就可以进行第三阶正规化形式了 第三阶正规化形式它要求满足第二阶正规化 而且资料表里面没有地缘相依 也就是资料表必须符合第二阶正规化的一个形式以后 才能进行第三阶正规化 规划资料表栏位时需考虑各栏位与主索引之间 是不是有地缘相依的关系 地缘相依是指两个栏位之间并非直接相依 而是利用第三个栏位产生的资料相依 它的做法是将地缘相依的栏位独立成资料表 为了确立每一个栏位与主索引之间没有地缘相依 我们可以将这些地缘相依的栏位独立成一个资料表 然后再建立外部索引 这时候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关联了 今天我介绍了资料库建制的过程 关联是资料库模型 资料完整性的要求与资料表的正规化分析 希望大家能对关联式资料库模型的理论有所了解 而在石柱的部分 我会在下一个讲试介绍如何在S系统中建立关联式的资料库 那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同学我们下一个讲试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